说到张子怡,她今天在离婚之后,首次露面了,不少人还担心她离婚之后状态不好,毕竟不少消息都穿出来,说汪峰对不起她,怕她太受打击,不过看张子怡今天的状态,还是挺好的,甚至比之前没离婚的时候还好,瓜众也在夸,说离婚是女明星最好的衣美,只不过还是很多人好奇,张子怡离婚的原因,但张子怡离婚的声明上面也说了, 对于离婚只会回应一次,之后不会再回应,团队也都跟媒体打好了招呼,不让他们问离婚相关的问题,最近也有不少瓜众重新翻出张子怡和周一维的互动片段,猜测两人有没有不一般的关系,当年两人是在综艺上面认识的,有点一见如故,一见钟情的感觉,张子怡欣赏周一维,周一维也格外讨好张子怡,当年就被骂得很厉害,说她对自己的老婆, 不如对张子怡一半的态度好,后来两人还合作了剧,最近有人重新翻出这部剧,发现这俩人的亲密戏拍得格外真实,怀疑俩人之前假戏真做了,尤其是今天,就有人说,汪峰这次是被冤枉了,其实是张子怡出轨了,两人才离婚了,出轨对象就是周一维, 两人是剧组夫妻什么的,周一维也一直被拉出来骂,怀疑她对不起朱丹,毕竟她对朱丹的态度一直很差,但小编说了,周一维和张子怡现在的联系并不是很多,而且周一维跟朱丹的婚姻很稳固,这段时间朱丹还一直在秀恩爱,想要借着夫妻综艺重新付出, 至于张子怡跟周一维的瓜,小编之前说过,最近是她的离婚舆论战,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消息的,